讓他幫你 可是當你自己覺得很動力 你都覺得你希望別人來幫你 可能自己不想動 那我覺得他這種重心也是很難的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 是誰花的力量比較大 其實你覺得說 各自都要花自己最大的力氣去做 我也會想辦法 我沒有錢 我還是會想辦法的去贊助者 或者是我的朋友捐款 就進來 我就臉書的廣告就把他都進去了 我會想盡我的辦法 可是相對的人 你應該想盡你各種辦法 那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散發 讓我們時間考試回程 要不然大家放一包那邊講 其實是很難的 網站沒有我只好幾次 就是賺錢 但是還花錢 所以網站有其他的收入來 好 很感謝你給我機會 哈哈 其實我們平台其實 第一年其實我們靠好朋友股東 我們沒有靠好朋友 其實就請好朋友 給大家湊一湊 我們七十萬開工 這資訊都有透明 在我們平台網站上面 我自己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過程 七十萬開工 我們花到三四萬開平台 手邊正四十萬 那廣到第一年的第三季的時候 手邊資金真的很不夠 那因為有朋友 就跟我們 問我們啊 他說 那你不是做木製平台嗎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付錢呢 那我那時候 那我那時候 我跟我們夥伴我心想說 可能這樣會怪怪的 好 一個平台 然後之前自己平台在外面說 我要寫書 要替自己面貨 好 那可是後來我跟我們夥伴我們兩個 調問了一下 我們後來是決定說 好 那我來試試看 好 因為畢竟我也是在做公布的事情啊 好 那二者 我也想做一個 測試 好 到底我的會員 對我做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不認同 好 如果我這個計劃 沒成功 好 那就表示說 啊我最近自己其實大家不認同 那我不可能 你包包學學也會來照 好 那如果能夠成 那當然要求 因為大家可以至少 還認同我們在做的事情 好 所以在我們平台上面有個之外 大家回去看 好 我們會自己摸我們第三季的運輸資金 好 好 那我們回饋品是什麼 我們回饋品是我們好朋友幫我們烹咖啡 我們用咖啡來做回饋 好 那因為我朋友等於是用 他也是免費的提供咖啡給我們啊 好 那以後我們自己去做回饋品 那我們摸了18萬 好 摸了18萬 做了第三季的運輸資金 也是45天 還是45天 那可是第一年走完了啊 怎麼辦第二年還是錢也是花完了啊 那怎麼辦 那後來我們就想想說 這樣也不是辦法 結果後來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我能不能透過商業的買賣 或是靠抽手續費 好 那因為商業買賣其實就很單純嘛 那我的商品夠好 換你運來買 好 而且再加上這個的消費其實支持平台 那我們用這樣的理念去做溝通 好 那我們挑選好商品 那你也支持公益平台 那透過這個消費 那我們後來其實就用平台運輸 那因為前一波第三季的資金 我們透過咖啡的回饋 其實其實還不錯 那這樣我自己也很想要咖啡 所以我們想說 那可能可以來賣咖啡 後來我們就紅貝咖啡 就開始賞私人的去做 那剛好也有找到好的來源 我們用的是公平貿易的豆子 那公平貿易的豆子 它一方面是有3分多 那大部分都還是有7的豆子 那我就對我的消費者來講 他是一個好的來源 那所以我們 而且我們自己也花錢 雖然沒錢了 又花錢去做SGS的檢驗 而且我們用最多的42項 農藥的檢驗 420項 420項的農藥檢驗 花最貴的那一項去做檢驗 SGS檢驗 那我們就跟我們回合說 你同樣要喝咖啡 那紅貝咖啡 一包咖啡變成就三間老師 三間老師支持平台運作 第二個我們選擇公平貿易的來源 公平貿易的來源 公平貿易來源 對咖啡的我們來講 他也有無愧的機制 第三個我們在提搏75 就為天鄉水果的客服點心 所以我們從去年8月份 我們開始銷售龍貝咖啡 那後來因為有一些 好朋友告訴我說 因為要多多咖啡的東西 但能不能用咖啡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們會去找 那剛好找到台灣在地本市 就是在彰化達成那邊的蕎麥 本土蕎麥 然後做成蕎麥茶 所以黃金蕎麥茶 那我自己又適合 因為我覺得這個產品其實很好 那包含風味 包含它的種植的過程 它的來源其實是我們的來源 所以後來我們就加入了紅貝蕎麥茶 所以我們紅貝咖啡跟紅貝蕎麥茶 這兩項商品來支持平台運作 所以如果大家也一定支持我們 喝咖啡成就的三間老師 那你可以到我們上找黃貝咖啡 或到我們平台上面一起支持我們 這其實是我目前平台 致敬的一個很主要的來源 現在還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希望很多別人也有進步 至少讓自己能夠活下去 請問一下 這物質平台需要更整理嗎 呃不用 不用 因為其實物質平台齁 其實現在很多 請問一下物質平台齁 算一算 我們下集算成七八倍了吧 LineV 哲哲 Rail Raceplay 然後104 群舞廢國 然後 我們 還來WeReport 大概將近有十個 其實不用啦 沒有請問什麼 所以需要特別耗費 但也許有人會問 跟宣布條例有沒有違反 宣布條例規範 因為你畢竟是公益的募款 那其實宣布條例規範的是說 你如果沒有申請宣布字號 你不得對非特定的人進行募款 針對公益的募利 公益的用途進行募款 那其實群眾其實平台現在目前 其實是一個封閉型的社群 所以 所有要捐錢的人 要贈助的人 一定要成為平台的會員 所以他就不是非特定的陌生人 他是一群封閉的 有點像獅子會 福倫社 他正對他的社員做募款 那這其實是沒有違反的 所以我們是針對我的會員 進行勤資 所以你不是對外 這是對非特定的人進行募款 所以目前的群眾勤資平台 但是在這個部分是算是有問題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成為會員 你只要想要再做專案 或到我們平台上面 只要加入會員 如果你有聯署帳號 直接聯署帳號登錄就可以了 你說按個讚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 如果是等司團的話 像剛剛等司團的話 按個讚當然就可以了 很簡單 等司如果是等司團的話 你再加入我等司團 那我們有些新的專案 我們透過審視 讓大家知道 那如果你要贊助專案 要捐錢給某一個專案 那你一定要加入我的會員 那我們網站上面呢 會有登錄加入會員 他就加入我們平台會員 然後就可以贊助專案 因為你要贊助專案 一定要收我的會員 可是你如果要買黃貝咖啡自己訂 黃貝咖啡是不一定 要三個分別 要給你買 好 那當然有什麼問題 看什麼東西 沒有 沒有 他會有大概都在大一個 15件 好 其實我們會請提案單位 他就在提案的過程裡面 提案計畫的時候 就會寫說 他設定幾個集聚 好 幾個集聚他會配套的 有一些不同製品 比如說 三百塊 不求回會 五百塊 感謝卡一張 一千塊 可能 手作的什麼 洗碗記憶品 好 或者手工照一塊 設定幾個集聚 由一間單位自己決定 所以會品也是有間單位自己決定 那贊助者呢 你可以直接選擇旁邊的這個套餐 所以套餐就是五百一千 好 或者你點進去之後 你自己想要自由捐 比如說你要一百也好 五十呢 不是太少 一百也好 兩百也好 你也可以自由選擇 所以贊助者來講 你無限金額 都可以 那提案者他可以先設定幾個集聚 那這可以實現專牌 那通常啊 整體來看我的平均 平均的 我平均每個會員的均款 就剛才講五百萬 去除以我贊助者的人數 算換算下來 平均一個人的贊助金額大概差不多一千 二到一千五之間 平均下來是平均值 一年啊 算是這兩年來 這兩年來平均一個人 大概一千多 一千二到一千五之間 那回饋品的部分 老實講 我平台的回饋品 我正負責拿回饋品的比例很高 像平均的平台因為他為了要拿產品 他為了要拿回饋品 他 然後比例相當相對高 像平台大部分人都是不求為虧 所以大概都會有 我記得每次說大概七成左右都是不大不虧 你這樣我的贊助者很可愛齁 有些會員他來給我 他說 你去告訴某個提案單位 叫他以後不要再用掛號信息收取一個刊物給我呢 因為他說 他看了之後他很生氣 我說好我待會轉答 因為他說 第一個刊物他已經不看了 資本刊物他不想看 二者他覺得不需要用掛號信息給他 讓費錢 他覺得我捐錢也不是 他希望那個錢是花在高普上 他這種有資就不要浪費就不要浪費了 所以你會覺得我贊助者其實 他其實是希望在這些地方想要再做好事 好不是為了再去拿銘圖給你回來嗎 好那時間也滿晚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後續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次找我 好謝謝大家 謝謝